二位壯士具身懷絕技武藝驚人 佩服 佩服 那这样的话两边都很高兴 自然就松懈下来 自然就对他没有敌意 如果他还过去 只是轻轻一波说 你们两个打什么 那两个一定打他 他还过去用教训的口吻说 你们一配在这里打架吗 那更糟糕了 那两个都非打他不可 所以一个人 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的第一句话 就决定你自己的成败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 也不重视这个 在中国社会 不开口而已 一开口就见高下 我以为你做什么事 就会比较短大的 我以为你做什么事 我以为你做什么事 那么多人不想要 你与我这个人 我以为你做什么事